大家好,我是农儿 没想到把白醋和凡事宁搭配在一起作用这么厉害 解决了很多人的烦恼,既省钱又食用 白醋和凡事宁是我们生活中非常常见的两种材料 而白醋大家更为熟悉 是咱们厨房里面常见的一种调味品 除了可以用来调味之外 它在生活中的妙用也非常多 也为家里面解决了许许多多的问题 比如说用来清洁锅底的污渍、黄渍、黑渍等等都非常好用 给肉去腥也是一把好手 用来给肉画冻也是相当不错 可以和许许多多的东西搭配起来用 搭配的东西不一样,起到的作用也不一样 那么我们把白醋和凡事宁搭配在一起 又会蒸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凡事宁不仅便宜,它的用处也非常的多 尤其是凡事宁的滋润和保湿的作用是众所周知的 而把它和白醋搭配在一起 却鲜少有人知道它的用处 首先我们把凡事宁打开 打开之后凡事宁是这种的膏状体 取一个不要的塑料勺子 我们盛上一勺里面的凡事宁出来 就盛这么一小勺就可以了 放进碗里面 接着往里面倒入凡事宁两倍多的醋 这里一定要用白醋哦 挑选醋的时候大家要注意 我们所用到的白醋 一定要是这种纯粮式酿造 临添加的白醋 如果是酿制的白醋 就不建议购买 那种酿制白醋是工业勾兑出来的 用了没有任何好处 接着再往里面加入和凡事宁同等多的蜂蜜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蜂蜜和凡事宁的比例是一比一 接着往里面加入一勺面粉 然后我们用勺子搅拌均匀 刚开始搅拌的时候 里面的凡事宁还是会成这种的固体状 但是随着我们搅拌的时间越来越长 凡事宁也就会越来越细腻 和其他的白醋 蜂蜜 以及面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 搅拌出来之后 感觉有点稀的话 我们就再往里面加一点点面粉 面粉一次不要加太多 每一次都少加一点 这样才能把握住用量 接着继续搅拌 最后把它搅拌成这种的糊状 用勺子提起来 不容易掉落 像这个样子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凡事宁还有白醋 这样搅拌 搅拌均匀后 到底有什么用处呢 整起一勺子 把它倒在我们的手背上面 用手均匀地将它涂抹开 作为全职家庭主妇的我 每到秋冬季节 手上的皮肤 以及身体上其他的皮肤 就会变得粗糙无比 其他地方还好 尤其是受伤 每天都是在厨房里面 洗碗刷锅 洗衣服 干家务等等 导致了我的双手 特别容易开裂 而且特别容易脱皮 非常的粗糙 而作为家庭主妇 就是勤奸持家 所以想让我花高价钱 去买一些保养品 我是万万舍不得的 所以我就会隔三差五 像这样 用白醋 还有凡事宁 以及蜂蜜面粉 调和出来之后 涂抹在我的手上 每一个地方都要涂抹到 像我们的手指缝 手指尖 指腹上面 以及手掌上 都要涂到 越粗糙的地方 我们就越要多涂一点 涂好之后 用手反复地搓一搓 接着在上面 戴上一个椅磁型手套 戴上椅磁型手套 就相当于在上面 增加了一层保护膜 这样不仅可以使效果更好 而且我们戴上手套之后 还不会影响我们做其他家务 戴上手套之后 我们用手从指尖处 轻轻地往下 拔一拔 尽量把手套里面的空气排空 让它和手更加服贴 像这个样子就好了 让它在手上保持15到20分钟 15到20分钟之后 我们再把它去掉 经过15分钟之后 我们现在把手套去掉 接着再用另一只手轻轻地揉搓一下 将手上残留的部分 让手再一次充分地吸收一下 顺便也给我们的手做了一个按摩 揉搓一遍之后 我们再用手这样拍打几下 把手轻轻地拍打至微微发红就可以了 接着准备一盆温水 把手洗一洗 主要是把手上面的面粉残留 清洗干净 这个方式我们不仅可以用在手上 还可以用在我们的脸上 如果是涂在脸上的话 我们需要在每天睡觉前 把脸洗干净后 再涂抹在脸上 15分钟后 以同样的方式将它洗干净就可以了 洗好后 用干净的毛巾或者是纸巾 擦干手上的水分 擦干水分后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手上 这个时候你自己就能感觉到 手指在伸展和捏拳头的过程中 变得非常的有韧有余 再也不会出现特别紧绷的感觉 而且我们可以对比一下 刚才涂抹过的手变得更具光泽 而且也滋润了许多 看一下整个手的背部以及手掌 都有亮有亮的 很具光泽并且特别滋润 手洗干净擦干水分后 我们现在可以用平时的护理方法 可以直接涂抹上平时用的护手霜 也可以像我一样 直接将凡事鳞在手上薄薄的涂抹上一层 这样坚持一段时间之后 你就会收获到满满的惊喜 根本不用花什么大价钱去做任何的保养 或者是买保养品 可以看到用了一次之后 手部的变化就非常大 整个手现在都变得不灵不灵的 这个方法除了可以用在手上之外 像我们的脚跟厨 很多朋友一到秋冬季节 整个脚跟处就会变得特别干燥 甚至开裂 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将我们调好的 凡事鳞涂抹在脚跟处 整个脚后跟我们都要涂抹上 脚后跟出现脱皮 以及开裂的这种情况 很多朋友都会出现 而且失了很多方法都不管用 这样涂抹均匀后 我们再用家里面的脚套 没有脚套的话随便找一个塑料袋 将它套在脚上面 保持15分钟 凡事鳞具有很好的滋润作用 而白醋具有软化的作用 加上蜂蜜之后更是事半功倍了 这样保持15分钟 再把脚套取掉 取掉之后我们可以用毛巾或者是纸巾 把上面的残留擦干净 当然这个操作都是在每天跑完脚之后来操作哦 擦干净之后我们就直接上床睡觉 连续几天之后你就会发现 脚后跟脱皮和开裂的现象已经慢慢的消失了 脚后跟又会回到最初的样子 摸起来再也不会扎手了 所以说啊 你也赶紧把这个方法用起来吧 如果我们的凡事鳞白醋一次调太多了没用完 还可以盖上保鲜膜 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冷藏起来 第二天继续用哦 如此往复一年能省下不少钱呢 需要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一试吧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对你有所帮助 那么本期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了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拜拜